A.F的團長一直秉持著是一個可以讓他們的小朋友們多多去磨練的狀況 我覺得A.F的團長在經營球的方面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大家一定要給A.F的團長一個大大的支持跟肯定 很棒 H.E.M.棒 來賓請掌聲鼓勵 難料Devin White七次金手套飛撲我服 以及出的Tory Hunter九次金手套沒飛撲我不服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那是以前的卡片了 說不定直接之後有機會出什麼金卡潛力重屏之類的 有機會可以做調整 當然這次也是之後的事情 由於是主將戰的對決打的是自由頻道 兩邊的子卡應該都是代號太滿的狀況 馬克這邊選擇的開場是 紫卡的迪格朗開來是強化卡特 啊對了講到迪格朗這張卡片的話 我是蠻推薦各位做強化Z的部分 因為他的滑球老實講 可能沒有來的那麼的優秀啦 如果落後團長會出馬救援嘛 你可能就會看到 欸豆腐邊轉播的時候 你們會聽到一種鍵盤卡卡卡卡的聲音啊 不一定嘛 直卡潛力重屏 其實我畢竟我也不是原廠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一個猜測啦 可以從一些就是原廠近期出了一些改版 做一些小攜帶 人以夢想而偉大各位 我感覺今天的比賽節奏都算是蠻快的 二局的上半站上打擊區的是 遊擊手紫卡七等的羅琳斯 好 又在跟著班本走 三號位的V2風 感覺是有做到一些反應啊 應該是有露框嗎 感覺應該是露框了 欸 班可可來了 好 這邊是個高單跳 嗚 還是一樣殺掉了 打著 欸 這邊有看那個蠻妙的一點喔 馬克 摔尾的馬克 第四棒帶上的是黑卡的 嗚 欸 捕手 埃娜 所以說他選擇放棄他的外野手 我覺得 可能有點小可惜啊 因為畢竟外野的守備判定還是會來 黑卡判定還是來的好一些些喔 貝特茲的部分我覺得 他可能真的是比較適合在 組合隊的傭兵上面 雜牌我覺得可能 強度還稍顯不足一點點 哇咧 是不是又有人被BAN了 靜止按敵喔 我對於滑球這個部分的話 怎麼講 因為這是說 因為這是目前系統上面一個比較 強勢的東西 你不能說 因為 目前這個版本強勢就要把它去BAN掉 或者是怎麼樣之類的 當然 能用的話其實用 因為他畢竟不是一個說 欸 你投出來一定是犯法 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都有可以使用的權利啊 剛剛三局的上半 CH ARON 敲出了一隻安打 只是剛剛那顆球的話 照理來講 是有機會做到一個跳天守備了 小可惜 還我左右移防 欸 韓版現在還可以左右移防嗎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還沒拔掉吧 超級捕手你敢懷疑 抱歉抱歉抱歉 只是我沒記錯的話 捕手可以選擇帶 那個叫什麼 正打紅 我覺得帶正打紅蠻OK 因為畢竟是左打 可以壓制一些滑球的右頭 而且速度又快 這個時候馬克換上是貝坦克特的紅蠟 九號位的滑球 三陣跳的王辰號 七號位的滑球 沒有任何的反應 感覺是在假灰 一號位的卡特三陣跳打著 我是覺得這顆球 塞的蠻果斷的 還行 哈哈 第一顆球 投了是一個老莊蝴蝶 那老莊這個投手的話 如果要做強化球種 應該也是以Z為主 老莊蝴蝶在做了強化Z以後 他的 嗚 軌跡其實是有一個加速的感覺 而且叛逆上面會偏硬一些些 要轟出去 難度是有的 同樣中外野 再吸一次 而且他在強化之後 他的軌跡會稍微再偏的 更加血一點點 我是覺得這張卡片 蠻值得各位收藏的 如果你都是以 打自由頻道為主的話 那另外一張 我們來推薦給各位的是 真田玉桂 老莊的R塊被拔有差 多少有一點點 應該是說 不是說有差 應該是說配球上面 需要做出一些調整 有差 7號位的卡特 按了一個S 應該是打慢的 打了一個 不能手 欸 補手後方的衝天砲 同點的配球 框沒有跟上去 感覺這場比賽 兩邊的選手 在打擊方面 我覺得 可能 可能比賽 這場比賽 應該會是一個低比數 可能就靠拳內打 一隻或者是兩隻 要決勝負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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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田要開啥強化 如果是以這個版本來講的話 花球 不用 不用懷疑 而且我現在打 金運頻道的話 也有遇到一些人是 一直的額度會留給真田 摔尾的馬克 第一顆 第一顆 抓準了九號位的老莊蝴蝶 應該是做了一個S拉 連續投 做出的球種 壓制懲罰 甩尾球團 取得一分的領先 投著投著 就出事了 跟上一次的比賽其實蠻像的 也是一個開場的甩尾 馬克這邊做了一個拳內打的領先 就看一下這一次有沒有辦法 好 厚到最後 等等比完會打積分嗎 應該不會 啊 主包啊 主包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 好 沒問題 你每天都這樣說 哈哈 沒有,沒有要偷懶的意思,各位 身為一個實況主,我是覺得他最大的責任就是要把歡樂帶給各位 這個就... 阿羅馬,順利的跑上雷包 你知道,其實我對於我等一下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可能再次結束就要關才認識,我是心裡面保持著難過跟愧疚 但是真的是曉髮身體不好,需要一點休息喔 各位請原諒我,不能自私獨自將你佔有 歌詞抄兩下 1號位的S曲球,沒有任何的反應 那馬克的裝聖雄的話就開的比較不一樣,做的是強化C 這個時候的話,二雷手,二雷有一個雷包的路在 這個時候的話,安打上面的小教學,你只要往這個方向送的話 平常的,順利的二雷的跳街球,感覺這個球拉了一個視角很高很遠 就像變得新的女朋友,回不來了 風跑炸裂 打了一坑比較莫名其妙一點的球 Famous球團,取得了一分的領先 阿這邊,持續的做出一個全能打的攻勢嗎? 好,這邊,跳街球 林子盛一開始有點切慢了 愧疚,真的很愧疚,真的很抱歉 各位,這個小發真的沒辦法,身體不允許 所以各位,你們更應該珍惜小發每次開台的機會 各位,懂了嗎?還不快點把我的台洩給你的朋友們 現在第二場嗎?對喔,可以在... 可以在生日快樂前天嗎?還九天 菁姐剛才說的說了我私底下圖奇密過主播 她說不會搬她覺得官方頻道應該接受討論,謝謝 對喔,現在第二場喔,比賽進行得非常的快 KJ最近出現在聊天室,是不是代表要付出打比賽了 六局的上半馬,可是這邊選擇帶上的是高晶乘五 應該是之前高晶乘五在META的時候買下來的 拿過來使用的,可惜就是... 稍微有做出了一點點的小調整 各位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那個LOD幫忙解編一下 人家也只是想是,自由言論啦 小八才一直秉持自由言論的... 自由言論的場合,但是請盡量不要帶有攻擊性的言語 好嗎各位,好,感謝各位的配合 第二屆的台南王裝王是什麼時候啊? 那個...我沒記錯的話會是... 韓版那邊的話我記得已經要開始了 好像是六月份吧 六月份 我記得在一個老 размock 我想吵架 沒事了各位,要和平相處知道嗎?要當好朋友 以前讀幼稚園的時候 都帶著一個玩具去上學 然後隔壁小孩子可能比較皮一點 把小發玩具拿過去搶了 就變成小發跟別人打架 結果變成小發又打不一邊 就把玩具拉著就跑了 就跑去跟老師哭 哭一哭之後兩邊的家長就來了 結果媽媽都想一句 沒關係玩具給他就好 大家好好當好朋友知道嗎還沒事的 各位知道嗎 以和為貴喔 台灣人 你知道就是要懂得學會團結 這邊這顆球 可惜了一點點 誠心放在渦輪切前面接殺了這顆球 那目前七局的下半的話 針田玉貴的偷球開的是強化火喔 好這邊挑截球的範圍 洛林斯跳的沒有任何問題 好這個時候輪到的是馬克的靈魂 踏著黑卡的艾拉 可惜了一點 我... 啊對啊講到高精層5的話 我會覺得啦 以目前的版本來講 因為高精深刻已經不太能用的狀況下 其實可以試著強化做一個強化的變數 因為強化變數是一個垂直的下降的軌跡 再來會搭配阿速球做一個相反的 相反的...那是什麼? 視覺上面的混淆 我覺得這個配球想法是OK的 這個時候 換上了也是一場高精層5 感覺大家參對高精深卡有做出調整之後 還是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 口袋...口袋名單裡面遲遲沒有把這張卡移出名單 好沒有 剛剛他沒有做換頭 抱歉 我還以為是另外一邊換的 這個時候換上分格斯 那這張卡片的話分格斯 攻守體力加5 哇這顆球 感覺應該是留不住了嗎? 打的算是蠻扎實的 那這張卡片的話其實我會覺得 雨天的...對天的狀況下當然是會有他的壓制力在 只是我覺得他附天氣的加成 搭配他的球種上面的組合來講的話 我覺得也是...也是夠用的一張卡片 在一些危機處理上面這顆球 我覺得這顆球的話 有一點點小可惜 因為是...只要一開始... 哇這邊做了一個很聰明的拋壘 我覺得這顆球其實一開始 是有辦法鋪掉的 而且就算這顆球不鋪的話 你再切到一雷手 你做一個含意的動作 他會電腦系統自動判定是這顆球 會自動把他切殺掉 對... 可以用這個CMV背面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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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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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剛剛那個跑壘 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進攻選擇 可是通常這種表現的話 應該會呈現是在一個領先方才會做出比較大膽的選擇 這邊打了一個錯位 阿布瑞也發生了一點小失誤 阿布瑞是守哪個位置 阿布瑞是守三壘 沒有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有觸及大師的話 往三壘手這個方向點 阿布瑞應該是也沒辦法接的 因為觸及大師的話 是可以選擇點你要哪個方向的 好 這邊一壘手 阿布瑞 阿布瑞 阿布瑞是不是也錯誤 阿布瑞我看到她 阿布瑞是守一壘阿 剛剛阿布瑞自行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守備 哇 感覺大家又吵起來了 哼 沒事的各位 不要吵架 吼 乖一點 不要再吵了 要吵去練武士吵 好,這邊這顆球,打了一個噴射,沒有任何的問題 羅琳斯哦,兩打的羅琳斯目前雜牌的首選 這個時候的話,AF球團的基本工作應該要想辦法再得一分哦 好,這邊選擇進行那個高彈跳 想法也算是...這麼講,蠻OK的 因為他只是球一個高...只是球一個滾地球的話,讓我覺得打中框是可以的 這種都沒法ban,我是覺得不要做人身攻擊啦 因為本身其實我不是一個會ban的打牌哦 可是我覺得各位講話要有分寸啦 當然他一個人要選擇講出這種比較... 比較不恰當的言論,要去讓別人攻擊的話 呃,我是覺得他可能也是蠻有勇氣的 因為他畢竟要承擔的是很多人的炮火 但我還是希望各位可以focus在比賽上面九區的下半甩尾的馬克 有沒有辦法把戰線拉到第三場 這個半局應該是最後的機會哦 這時候換上是三傷虎隊的牛沙勒開的是強化...強化的... 欸?二縫 那他的JS滑球的話,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比較... 來得沒有那麼優秀的球種哦 主要的搭配的話應該會是在四縫線S值跟強化的C 來作為一個混淆 混淆的術差哦 就覺得下半M1 F球團 有時候機會 做出一個俱樂部蒸發戰的2連霸 就看一下這個打戲哦 九號位的滑球 三陣掉了 打者 恭喜F球團取得了這個月的俱樂部蒸發戰的冠軍哦 好,現在的時間是8點51分 還是各位,你們想看我打一場積分的